各位錶迷你們好,其實我沒想過介紹這錶 但一見到時就很想去說 這錶的品牌是 Beerens Original 這個模特兒是 Moonlight 顧名思義,它是 Moonlight,即是有 Moonface 這錶真的很漂亮 這品牌是 Beerens Original 是2012年成立的,基於香港 香港製造的錶不代表是不好的 雖然它在2012年才成立 但它在2020年,即成立了8年之後 就已經在GPHG 的日內瓦中標大獎賽中 有兩隻錶是有Nomination的 包括它的 Space Traveler 和 Apoller 如果有機會,希望都可以介紹 所以不可以少看它這個手錶品牌 其實它們用的機芯都是 Miota 的機芯 或者它現在新的錶就有瑞士機芯 都是通用的機芯 但它改裝到,你完全看不出 它原本的機芯究竟是甚麼 即是神闊奇技的 就像我今天想介紹這支手錶 Moonlight 這支手錶直徑是42mm 就是適中,厚度是12.5mm 它的機芯,大家也有印象 它是 Miota 的9015mm 當然是改裝得很厲害 我剛才所說,你看它的正面 其實也未必猜到是甚麼機芯 這支手錶也算是一支Dress Wash 所以它的防水是50米 給大家看看皮帶吧 它其實大家都看到還有快刷功能 所以就很方便 當然最吸引大家的都是它的錶面 它上半部有Moon Face Moon Face超大,差不多半隻錶 還有很漂亮的夜空畫面 中間就是 Regulator 左邊的就是時針 右邊就是分針 中間最大的就是 Second 就是秒針 它的錄時位置還有Day Night Indicator 關掉了針給大家看看 更加愛不釋手 不單是三支針會發光 有Super Dominova 月亮油 還有那些星星 我希望都拍得清楚 大家看到 都是在星空中閃耀的 所以整支錶真的很抱一直 很有思義 我都非常喜歡 怎會猜到 Miota的9015機芯會改成這樣 我真的想像不到 因為我都不是製錶師傅 所以我都不懂 我只是對著它覺得很厲害 和很讚嘆 這支錶呢 42的錶勁 但可以有這麼大的Moon Face Regulator Day Night Indicator 真是沒有話可說 開燈吧 但在我7吋的手碗 其實它的尺寸是適中的 這支錶呢 一萬元以下的價錢 但可以買到這麼厲害的機身 和這麼漂亮的手錶 我覺得都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很感謝The Wardrobe 借出這支錶給我拍片 其實我都在那裡買到好幾支錶 它們代理的牌子 真的非常有趣 包括有今天介紹的這支錶 有之前介紹過的Edox Larco Squally 還有很多我以前都沒有聽過的牌子 如果大家上去看好些錶想買 設計要跟它們說 看過Wide Watch World這個頻道 那它們一定會盡量給大家一些折扣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